嗨宝们,我是泰拉 现在我在哈佛门口的一个草坪旁边拍视频 半年之前我也就是在这块草坪旁边第一次赶到厌学 那时候是上一节统计学的必修课 就觉得这玩意跟我有什么关系 结果没想到还没够多长时间厌学它卷土重来 而且这次事态更加升级 我的心情也更加胶着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时期我选了一节神经科学的课 第一次上课老上自我介绍 说一下自己为什么上这节课 我说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这是干嘛的 结果我的同学都说什么 我是学心理学的 我之前上过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 觉得很好玩 或者是我未来想做这方面的研究 听到他们这么一说 我心想好家伙,完了 前方又是一场恶战 这课的设计其实很简单 它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能读懂神经科学的论文 所以老师会讲一些研究方法 然后带给你一篇一篇的去读 研究方法我学的倒挺清楚的 但重点是什么朋友们 重点是除了这些之外 我一点背景信息都没有啊 我都不知道人的大脑里边分为几块 什么白质,灰质,皮质 这些哪是哪代表着什么 我全都不懂 那你说我能看懂研究方法有啥用 他得出的那个结论我还是不明白啊 然后就造成什么局面呢 就是看一篇论文 或者参加一个小组讨论 这里边80%的东西我都听不明白 然后上课的时候我就经常有一种 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干什么的感觉 你们有过这种感觉吗 有过请考一 上课听不懂不是大事 但是一次两次还行 从第三次开始 你就真不想上这节课了 昨儿我的厌学情绪达到了高峰 小人早上为了这些课而起床就很费劲 然后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了教室 还迟到了 全班都看着我 赶紧找一个技巧高兰坐下吧 突然开始小组讨论 俩人一组 结果给我分配的那个人 我天,巨聪明 老师让我们一起读一篇 我们都没有读过的文章 并从里面总结出来这个研究的 动机是什么呀 方法是什么呀 结论是什么呀 结果我打开连概要都没读完呢 我这美国同学 刷刷刷的扫读 然后就把老师这些问题 全都提炼出来了 他说是要跟我讨论 结果完全就是他在带着我读 一开始我还看着他的电脑 他在第三页 我在第三页 后来我都跟不上了 我说行 咱俩也别讨论了 你就把所有问题回答了就完了 就真绝望你们知道吗 不是我不想学 真绝望 在那一刻我情绪开始有点激动 讨论的时候我也加入不了 发言的时候我也没什么贡献 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是智商问题还是记忆不行 昨天这一下午就特别阴谋 昨天很幸运的是 我见了两个朋友 我跟他们分别分享了 我这种痛苦的情绪 然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帮我拍 又解难了一下 第一个朋友呢 是解决问题拍的 他跟我说你不要自我怀疑啊 你既不纯也不傻 你之所以学不会呢 是因为咱们之前 不是没学过这些知识吗 那比如咱们未来想读一篇 神经科学的文章 不会的词 咱提前查查 不知道脑区提前问问 诶 这不就读懂了 你要相信你是有能力读懂的 只是在那一个当下 他跟我说 你这个感觉太正常了 他说他来这读博士的时候 啥也听不懂 斗胆给教授发了一封邮件 说咱能不能讲慢点 结果教授给他回了一个 你自己的问题 你要自己解决 他给我讲 因为家里人生病了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 想从生物学转到医学方向去 结果去上了医学的课 发现就是学不明白 他说我对医学的敏感性 就是没有对生物学的敏感性那么高 最后还是坚定的做出了选择 回到原来的方向上 他跟我说你要放轻松啊 人生重在探索 而探索的目的就在于试错 你现在学了神经科学 发现学不明白 那咱就不学了 在你的专长搞好就行了 这种课你就当做一个科普 知道这东西什么意思了 就完了呗 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别相信什么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有时候那个路就不让你走 那咱们就站起来换一条 因为我这朋友是学生物的嘛 他还拿阿米巴变形虫 给我举了例子 说你就想象你自己是一个变形虫 你有很多个触角 你这个触角伸出去 碰壁了 你就再缩回来 如果伸出去觉得还不错 你就吸收吸收营养 缩回去的那个没关系嘛 以后还可以再伸 只是不一定是现在 不一定是这个方向 也不一定是这个力度而已 哎 我觉得很有道理 不过话要说回来 这两个朋友 虽然都给了我很强的支持 但我昨天晚上还是很难过 一想到我在课上那个场景 我就想哭 当然我也真哭了 就觉得我的认知走在前面 啥都明白 但是我的情绪被抛在后面 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 现在我不能说我完全走出来 这种情绪了 但是我却是感受好了一点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的焦虑 或者对于听不懂学不会的恐慌 来自于自我意识过大 就是我希望世界的一切 都在我的掌控之内 以及我希望 我不是那个课上最笨的人 本课的时候 其实我也遇到过相同的事情 那时候学表演理论 社会学理论 读的那些文献 我就是一个词也看不明白 然后我就整天在图书馆 待12个小时 从早到晚的去查词 去预习 去约老师的office hour 非得要给这帮人搞懂 我现在当然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这不是我现在的功课 我到了现在这个人生阶段 我们要学会做的 就是一些取舍 和一些对生命的臣服 也许我就是不擅长做一些东西 也许我的精力就是不足够 我把所有东西都搞明白 也许我就是要接受 我可能就没有那么聪明 以及我在某些方面 真的没有天赋 而我作为这样一个人 完全没有问题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哭会崩溃 但我有我自己擅长的东西 我有我自己选择的方向 以及我正在学会放过自己 或者放过别人眼中的我自己 听起来这样也不错呢 哇 这个阳光照得我好舒服 我打算在这个长椅上睡一会儿 那咱们回头再见 我是他啦 critically OK 谢谢大家 ad proyect 节目 感谢观看